为了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华联市立幼儿园举办国庆主题课程活动 小朋友们带上红白蓝三色配件 在校园中庭进行一场小小兵国庆大典 甚至有车队分裂行进 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藉由各项虚伪的活动设计 加强幼童的爱国教育 让孩子们对国家有认同感 为了让孩子了解国庆日游来 华联市立幼儿园举办了双十节国庆典礼 老师们借由短剧演出说明双十国庆由来 以及为什么十月十号要放假 让小朋友的国庆廉假过得更有意义 另外还安排小朋友们唱生日快乐歌 也用气球伞模拟国庆烟火秀 庆祝双十国庆 我们花莲市立幼儿园最重视的就是节庆活动 那今年的国庆活动呢 因为有小班的心血加入呢 我们让他知道国家的生日我们怎么庆祝 所以我们安排了车队骑队的进场 那也教小朋友唱国歌生起典礼 让他在幼儿园里面可以体验呢 怎么样帮国家庆祝生日 那之后呢我们也有让孩子用气球赏来放烟火 代表呢国庆烟火秀 然后呢小班的小朋友会进行国庆闯关活动 中班的小朋友会进行国庆服装表演 那他们也会进行游行 大班的小朋友则是跟节庆有关的糖霜饼干活动 那这一连串的节庆活动都希望呢 孩子加深对爱台湾爱国家这件事情 那孩子呢从小就认识自己的国家 也爱护自己的国家 幼儿园园长李飞玲表示 为了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是由小朋友们穿戴上代表 国旗红白蓝三色的帽子和配件 也在日前加紧练习技场时的队形 希望可以透过主题活动 加深孩子的爱国教育 认同喜欢自己的国家 小朋友如果能够从小就知道爱自己的国家 长大之后对国家才有向心力 未来也会爱自己的家庭 祝国家才是快乐 这里会欢视报道